RTX3060 你说这个评测怎么做呢? 现在显卡价格这么贵 就算老黄把3060挖矿的技能 他说是砍了一半了 矿工不买了 那你觉得玩家会放过它吗? 供需真的平衡了吗? 稍微动动脑子你都能猜到 原价买是不可能的 但是评测还是得做嘛 这毕竟是我们的工作 所以今天这个视频 就当是给未来的你一些参考 万一哪天你买得起这张显卡了 你买得到这张显卡了 或许还会有点用 那我们就今天来看一下3060的表现吧 RTX3060这个卡用上了NV最新推出的小核心GA106 核心面积276平方毫米 比2060的TU106是小了很多 完整核心应该是配了30组SM的 但是这个3060是砍了两组 总共是3584个CUDA28组SM 其实移动端的3060反而是完整核心 这个桌面端的卡功耗比较宽裕 就会稍微砍一点规格 这个也是老黄的经典操作了 另外比较有趣的是显存 虽然还是192位未宽的GD6显存 但是3060给到了整整12G显存 比3080还要多 这个操作乍一看很迷惑 但是仔细想想可能也是一个无奈之决 因为192位未宽应该是上不了8G显存的 但是6G放在今天这张卡上 又稍微有点太少了 所以无奈就只能多给点了 但是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 12G这么多显存 放在一张中端卡上 真的是一点软用都没有的 除此之外 3060的功耗是170W 比3060Ti低了很大一节 实际上相比2060Ti也只是高了10W 虽然安培架构尽管高端产品功耗失控 但是中端的小核心定的功耗还算合理 我觉得这个核心从规格来看 可能会比较适合笔记本 差不多了解了规格 我们就来看看性能嘛 我们这次测的是一张七彩虹的3060Ultra 这个卡定的频率就是公版的频率 或者应该叫基准频率吧 这个卡已经没有公版了 但是它的散热还不错 所以也会轻微地影响到它的性能表现 接下来的测试中 我们会拿它跟公版的2070还有公版的3060做对比 希望大家心里有个数吧 那我们先来看看跑分吧 3DMark直接测起来 Time Spy的成绩 RTX3060似乎是和2070很接近的 图形分8800不到 稍微比2070要高一点点 相比3060Ti差距差得挺远的 光追测试里面3060和3060Ti的差距就拉得更大了 但是得益于安培本身就升级了光追单元 所以3060相比2070光追还强得挺多的 DLSS的话表现3060似乎和2070差不多 TensorCore虽然新架构效率很高 但是数量给砍了一半 所以比较实际的性能好像基本上没有太大的提升 咱们来测一点游戏看看吧 首先肯定要测一下育碧的渣优化大作 刺客信条应零电 这个游戏更新过后稍微效率比以前高一点了 帧数普遍要涨了一些 1080p下3060Ti也能跟3060拉开可观的差距了 而3060的性能如果相比2070的话是略微高一点点 2K分辨率这个风水里就出现了 3060Ti是可以跑到60Ti 而3060就不用想了 基本上就没有比2070高太多 第二个游戏我们来看看大表哥2 尽管3060仍然离3060太远了 但是安培架构在这个游戏里确实有些优势 3060可以领先2070更多一些了 不过2K分辨率全特效的话 你要说跑60帧还是跑不到 想要六畅运行还是要降一点花质才行 接下来是一个新加入的游戏 杀手3 咱们的光头无刻四期 时隔两年终于又回来了 不过这个游戏我测了之后才发现 它优化真的是极其的好 而且还支持Variable Rigshipping 就是可变着色数率 这个技术可以进一步提高性能 其实有点没必要测这个游戏了 3060可以跑到144以上的平均帧率 哪怕上了2K分辨率 帧数也可以接近100帧 对于现在的显卡来说这个游戏真的毫无压力了 跑完传统游戏肯定还要再看一下光坠游戏 最关心的肯定是赛博朋克2077了 3060能不能流畅的玩2077呢? 如果1080P你不开光坠的话 确实是可以流畅的 平均70帧 但是这个也太没挑战性了 如果开了光坠的话要求就很高了 平均只有40多帧 差的时候可能30帧 这个就比较难受了 但是这个表现还是要好于2070 通常来说在1080P下由于DLSS的损失比较大 所以我不太倾向于开DLSS 但是到了2K下我肯定是会开DLSS的 它的性能其实和原生的1080P没有太大区别 3060这个级别的卡 我倾向于是不开光坠玩2077 不管你是1080P还是2K 但是像Control的话 这个游戏的优化明显就要好很多了 而且Control的DLSS表现也更好 如果你是2K分辨率的话 3060是可以跑到光追DLSS60的 这个表现还是不错的 综合来看 考虑到我们对比用的2070是一个公版卡 而这个3060它的散热明显要更好一点 实际上在市场上的表现应该和非公的2070差不多 从能耗比上讲 3060这个性能微微比2070强了一丝 似乎不太行 能耗比不行 到底怎么回事呢? 接下来的超频测试中 我就发现了端倪了 尽管3060这个卡 它的功耗墙是给定死了 170W一点点都拉不了功耗墙 但是它的超频能力居然是出乎意料的强 我们轻轻松松就从1900MHz 超到了2200MHz以上 电压只有1.0几幅出头 我已经是很久没有见过在小飞机里 直接往上拉300 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卡了 超完频的Time Spy可以跑到将近9700分 高了快1000分了 提升巨大 这还是在全程撞着170W功耗墙的情况下跑出来的 要是哪天刷个BIOS破墙 这超频潜力还不得了 所以我觉得3060这张卡 真的是默频定得太保守了 哪怕在限定功耗下 它一样留出了很大的频率空间 如果按照真实的频率潜力来算 3060能耗比还算可以 除此之外 我们还简单测了一下专业性能 其实就是测了一下达芬奇 你可能以为这个卡有12G显存 所以说它专业性能应该非常非常强 实际上呢 达芬奇性能 它不仅跟3060Ti差了很多 也远远不如2070 所以说这个12G显存 就跟我之前讲的一样 真的没有什么乱用的 简单测了一下3060 由于这个时间非常有限 所以我测的就比较简单了 性能上讲3060基本上就是一个2070非公的水平吧 但它超频潜力还不错 超上去的话能够接近2070Super的性能 即便如此 我还是认为纵向来看它这个定位定的还是有点太低了 照理说 新一代甜品卡应该是要达到上一代次旗舰才比较合理吧 不管是10系还是20系都是如此 对吧 现在这个3060出来之后 那墨屏只能高出前代一级 你要是跟2080比 那是不知道被甩到哪里去了 说实话我觉得这提升还是太小了 但是这个也无所谓了 不管它性能怎么样 你要想以合理的价格买到它 恐怕还是得等很长的时间 所以你管它们 不管你觉得这些视频有没有用 多帮忙点一下赞 一键三连 也别忘了关注这个频道 我们以后再见了 拜拜